車開在外側車道 左前方騎士突然往右切 駕駛輕輕按了一聲喇叭 沒想到騎士是相當不滿 伸出右手朝後方比中指 接著加速離開 駕駛氣得找對方理論 沒想到騎士看到他靠近 又比了第二次 後座的女友 趕緊要他冷靜下來 但已經來不及 駕駛氣得到派出所報案 事發在13號下午 台北市石牌捷運站附近 原本車流量就很大 當天是春節連假 車更多 沒想要換車道引發行車糾紛 被比中指的駕駛 當時載著家人要到北投泡溫泉 沒想到半路只是按個喇叭 就被騎士比不雅手勢 一連比了兩次實在任無可忍 休假的好心情全被破壞 決定要透過法律途徑給對方教訓 警方獲報後以車牌追查 通知二十五歲黃姓齊序 盜案 他坦承因為不滿半路被按喇叭 一氣之下才會連續兩次比中指 但這一衝動 齊序哀告公然侮辱 恐怕得賠錢 駕駛的出口心情也被破壞 TVBS新聞綜合報導